新疆塔里木沙漠公路 塔里木沙漠公路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是我国最大的沙漠 占整个新疆面积的20%左右 塔克拉玛干沙漠在世界上也是排的上号的 溫面积虽然只能排到世界第九 但是它却比很多更大的沙漠更危险 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流动沙漠 流动沙漠的危险性 要比静止的沙漠危险性 要高安倍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在古时候号称是近的去出不来的地方 可不是闹着玩的 贸然进去就是求此一生 以前很少有人敢涉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世界文明的丝绸之路 就是沿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北部边缘 一路西去连接中亚欧洲 触境的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冲荒绝莫鸟不飞 曾经辉煌的楼南 古国旧淹没在漫漫黄沙中 在茫茫大漠之前 只能感叹齐浩探 曾经有些探险家意图进入沙漠探险 他们所能凭借的交通工具 也就只有号称沙漠之中的骆驼 沙漠里的胡杨生儿千年不死 死儿千年不倒 倒儿千年不复 这种顽强的意志和占天斗地的特质 咱国人一样不少 硬是在如此恶劣的沙漠中 开辟出一条通道 塔里木沙漠公路 就是具有化时代意义的一条公路 乃极迹般的存在 塔里木沙漠公路 北起新疆巴音共愣 蒙古独自治州轮排线以东 跨过塔里木河 穿越茫茫大漠中的塔中游田 拦至新疆和田地区的民风县 全长五百多公里的塔里木沙漠公路 和国内众多的活道相比 它并不算长 但却是最特殊的 在全世界流动沙漠中 修建了公路中 论理称它是当之无愧的Nambus 修建这样的一条 随时都可能被流沙 昆舍的沙漠公路 其难度是可想而知 有朋友可能会有疑问 既然难度这么大 还是穿越茫茫沙漠无人区 修这样的一条公路价值何在 有意义吗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相关的背景吧 这条公路的修建处中 就是为了开发塔里木盆地的石油资源 我国虽然浮原辽阔 但是油气资源却并不富裕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在新疆塔里木盆地 发现储量巨大的石油资源 但是交通却是个无法逾越的难题 为了更好的勘探 开发 运输沙漠中的油气资源 沙漠公路的修建就是在必行了 经过近二十个科研机构 近二百名专家和技术人员的不懈努力 面临的一个个难题被攻克 1993年开工的塔里木沙漠公路 在所有参与人员的齐心协力下 历史两年零六个月终于全县贯通 沙漠公路的起点所在的轮台县 国道314从县内横穿而过 和塔里木沙漠公路相接 轮台县虽然名字并不类大众所知 但是是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 曾经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轮台国所在 他曾经还有一个名字叫吴雷 如果说汉朝时期的西域都护府 熟悉历史的应该没有人不知道 而西域都护府之所就在轮台县境内 雄才伟劣的汉武帝也曾经进行过自我批评 发过轮台最己诏 明清至明国 轮台隶属于燕祺府等 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终点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边缘的民风县 并在这里和国道315相交 民风县也有着悠久的历史 大名鼎鼎的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京爵谷国 就在民风县境内 京爵国是被誉为东方的庞辈的存在 民国时期裁着民风县 塔里木沙漠公路 属于高等级的公路 时速可达一百公里以上 它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第一条公路 主干道是轮台到民风这段 后来又从沙漠之中的塔中游田 修出一条之路到建墨县境内 和315国道相接塔里木沙漠公路的建成 一方面对塔里木盆地油气资源的开采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极累了 在流动沙漠中修建公路的经验 2005年开工建设的G217国道阿克苏阿拉尔市 到河田市之间这一段就是充分借鉴了 塔里木沙漠公路的修建技术 两条贯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主干道 极大的缩短了南北江之间的路途 对促进南北江之间的交流意义非凡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